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郭小庄一位文化界的奇女子 在台湾被誉为金剧界最年轻的国宝 七岁半开始学系 十六岁就能在金剧舞台上 展现惊艳全场的魅力 1979年他成立雅英小籍 将传统金剧和现代剧场创新结合 赋予金剧崭新的风貌 历年来场场公演 皆创造出一票难求的票房盛况 让金剧再现蓬勃生机 郭小庄似乎是为了金剧而生 而金剧也丰富了郭小庄从未想过的人生 我们要欢迎金剧界的国宝 郭小庄来到了真情部落格 当然我们要谈谈你从小时候开始苦练的经过 你从七岁半就开始学习了 对了七岁半 那时候我想其实在一个七岁半的孩子 我想我什么都不懂 真的完全顺服我的父亲 议员他对金剧的梦 他想当演员 可是他就觉得他不能实现他的梦 所以他就问我说 女儿你要不要去学 其实我觉得真的在一个七岁半的小孩 真的不懂 那我就觉得父亲喜欢 那问我我就说好啊 可是当我进去的话我才知道很苦 没有一天不在鞭策之下学习 当然最重要我很感谢这些老师 他们这个打得恰到好处 真的是说至今使我身上一到八痕都没有 但是呢我觉得却奠定了我的一些肢体的训练的一些柔软的基础 我想这对一个演员非常的重要 其实我觉得我从小就是一个蛮蛮顺服的 然后我觉得老师教我们怎么做 我们就怎么做 那我觉得从来也没有想到说抱怨 或者我要回家 其实我觉得好像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好像也蛮能适应 当然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说 我觉得是老师啊 我觉得他们也有爱心 而且还有我的父亲跟我的母亲 他们非常有爱心 常常来看我 我觉得虽然我们那个时候一年 只可以回去三次哦 一年哦 中秋端午过年 但是呢其他的时间 侯门生死海 我们一步大门都不能出 可是我觉得他们有他们的方法 为什么 如果说我们要回家 父母一看到你身上一条一条的疤 就是被打的那个 他就舍不得 可是我觉得在小孩子 我觉得就是因为我想那个环境很单纯 我们也没有一些资讯 也没有电视可看 也没有报纸 所以你的心就是非常的安静 就是非常的单纯 然后也非常的顺服 就是觉得说 我应该学校的这种规律的生活 我们就是应该这样 所以老师给你什么目标 你们就努力去达成 那个时候你就没有去想到太多其他的 你自己的一些负面的感受 对对对 我觉得好像也没时间 没时间 因为知道练得很苦啊 来你跟我们讲一下 你当年是记得要起床 然后练功多久 练什么功 每天早上五点半就要起床 然后我们起来先是喊嗓子 就是啊 所以你听我们的声音 比如说什么一跟啊 什么训练 那是因为早上清晨起来 那个空气比较好 那之后呢 我们就先练毯子宫 不能吃东西 因为怕你吃了 什么叫做毯子宫 就是地毯嘛 就要翻跟头 那时候就是训练你的腰啊 你的肢体的柔软 那我们都倒立 倒立就是两只脚在墙壁 头在下面 你相片性从两分钟到五分钟 大概半个小时 不能下来哦 然后我们午休 就是中午吃完饭那点时间 大概一个小时的时间休息 那其他的时间就是 像我是学蛋脚 我们要踩小脚 那像 怎么踩啊 就是像芭蕾舞鞋 你们看过吗 对 我们就是 其实我们是跟他们 有点不一样 我们就是 后面有一个硬的板子 然后把脚穿进去 然后再把它绑起来 然后脚就是三寸金莲嘛 然后我们就站到一条的 长板凳上面 然后放两块砖 我们的脚跟砖刚刚好 然后我们悬空 站到悬空的 就是你扶墙也扶不到 你要是受不了那个苦 你就蹦就掉下来了 所以我觉得 当然这都是有过程的训练 要这样多久啊 我觉得他们训练 都是从两分钟 然后先扶着你的手 然后慢慢慢慢 他就放掉手 那然后呢 而且最重要 我们的脚这边 一定要是直直的 就那脚不能弯 那我觉得 他们都有方法 都是从两分钟 慢慢慢慢 都是一个小时 所以我觉得 其实从小也对我们训练 我觉得对你的个性也好 就是你的忍耐力 那个韧度蛮强的 你觉得最苦 最难的是哪一项 其实我回想起来 当然 如果说基本功 当然我们刚刚讲 那个拿顶真的很难 因为你想头在下面 两只脚在下面 我觉得 而且我们那个训练 就是团体的那种纪律 就是一个人 你受不了 比如半个小时 也许你二十五分钟 你就下来了 那老师就加五分钟 就本来半个小时 就要变三十五分钟 所以我觉得从小 也叫我们要想到别人 就是说不能因为你 所以让我们的认力很强 就是不能因为我 做不到 我就害了那么多 其他的同学 这样子 对我们从小 其实我现在回想起来 为什么 我常在想 我 其实我跟你讲 我觉得 其实在训练 我现在回想起来 有人鞭策你 其实一点都不苦 我会爱你 有个爱戏 诚实的父亲 孝顺的郭小庄 七岁就进了聚校 展开一段 与同年龄孩子 非常不一样的 童年回忆 对自己要求甚高的他 练功是每天的生活 从不停止的锻炼 是他对京剧的态度 数十年的造就下 郭小庄果然成为京剧界 一颗耀眼的星星 听我的父亲说 常常去陪他练功 大白天的时候 他长很多靠谱 他们校区 校园很多圈 然后我觉得像他这么小年 七岁就住校了 对我来讲 我自己有孩子 我知道那是一个 很不容易的事情 他成长过程之中 他需要付出很多 就是熬过那段很孤单的感觉 那种感觉 那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就是一个忍耐功夫 所以我在我姐姐身上 我看到他很会忍耐 每一次他如果在台上 做一些动作 比较惊险动作 我非常的紧张 那我看到他都应付得很好 然后他的那个 就是他的那个 随机应变的智慧很多 我非常佩服我的姐姐 那有一次呢 就是在 在我们在走路 在谈的 谈彼此的工作 要台湾状况的时候呢 结果就 他跟我讲的练功那些 当然我 因为这跟我完全不同的领域 我是不能体会的 可是那个时候呢 我就突然 就碰了他的背脊 就他的背 居然是嗷嗷突突的 嗷嗷突突 我吓一跳 我就想说 你背怎么这样 他就说 这个是练功啊 练功所遗留下来的 所以可见 他们在 在这个功夫上 所必须 所面对的时候呢 他所付出的努力 是多么的大 我觉得他 最特别的 在舞台上 我觉得他最特别的是 很多人都在演戏 可是我觉得 顾晓中是演员 他是很真实的 去揣摩一个人 你知道在传统的 这个表演里面 是很城市化的 哭啊笑 都是很城市化 所以其实有的时候 会 摸不到人力 所以我们常常讲说 看平剧 是听戏听戏 其实比较多的是 唱的好不好 那至于表演 点到为止 可顾晓中不是 我觉得他非常深入地 去研究 每一个角色 所以他在台上 你看到的是 一个活活的人 不管他演谁 所以看他的戏 你会被他 眺望起来 不管喜怒哀乐 那我觉得是顾晓中 非常非常特别的一点 以前没有换灯字幕 所以那个演员的名字 跟戏是什么 那个戏名跟人名 都是贴一张大红纸 在那个台的边上 所以等那天那个戏 齐盘山开始演 刚开始演的时候 贴在那里 演员是谁 大家并没有太注意 以为就是个学生嘛 结果等到那个小庄一出来 演得那么好以后 哇大家就要去看 这个演员叫什么 可是那时候 那张红纸已经掉地了 因为用那个江湖粘的 粘不住 掉地了 所以那个后排的观众 就这样一路往前传 就说红纸呢 红纸呢 前排的把它捡起来 看它叫什么名字 然后这个声音 就一路往前传 然后前排的第一排观众呢 就跑过去 把那红纸捡起来 然后就好像亮票一样 就亮给后面看到 郭小庄 然后郭小庄 郭小庄 郭小庄 那个声音就一路传到后面 所以我十二岁时候 这个郭小庄 这三个字 是怎么印在我脑海里的 是这样子印下来的 小庄姐 你还记得第一次登台演出的情形吗 我想当然会记得 我想其实那一次 我想就像刚刚王教授说的 我才 他十二岁 我十六岁 那我想尤其第一次当女主角 当然是又紧张又兴奋 那我讲句真心话 在那个阶段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我对戏剧 讲句真心话 只是 哇 终于坐上女主角了 就自己很开心 什么角色 薄言气盘山 窦仙童 那我记得那一场 就是完全是很开心 好在那个戏是蛮喜剧的 所以我觉得我完全的心里面 就是很喜乐 就是怎么讲 一点 其实像刚刚叩木师所说的 其实那个时候 我还不懂得演那个人 不懂得演那个角色 其实我就是 因为我觉得人一定要有过程的 那个时候我还不认识 戏剧大师与大纲教授 从这个戏之后 我就认识他老人家了 所以我想就完全不一样了 你在真的全心投入国剧之前 是怎么会 你在这个新戏中 演那么多角色 然后会转往这些领域去发展 没有 其实我在十九岁 我就电影电视 我就开始拍电影 演电视剧 那个时候都是 因为那时候武侠 正风行 对不对 你怎么被挖掘的 不不不 他们那时候我已经很有名了 那时候在 就是说在剧校 我已经是剧团 我十八九岁就已经在剧校 都是已经剧团了 我已经毕业 我都是担任女主角 那其实他们 这个第一 我记得那时候是第一 影业公司 黄卓翰 他们正好要拍秋景 那就是觉得 看到我 因为那时候于大纲 于老师已经在 可以说是为我编戏了 所以他们就觉得 那个秋景的那个人物 在我的身上 他们觉得很复合 那所以就 其实十九岁 我要演秋景 不简单 你知道吗 那秋景那一顾 很正气的一个 炎然的女性 所以我觉得 对我来讲 其实拍了电影之后 我一下子接着就拍了将近二十部 电视剧呢 也是因为那时候 我在讲 也是因为 其实都是因为 我有精具的基础 因为那时候需要走台步嘛 对不对 然后看我们的身段 那就是说 我们因为有这个基础 所以他们不用 就是很 就是说我们可以掌握得很好 把角色掌握得好 可是相形之下 我觉得我拍了电影 跟演电视剧 其实对我另外一种学习 所以后来日后 当我去创办雅音的时候 其实我觉得 对我在上面的 一些影响也蛮大的 那段过程啊 你觉得演金剧 跟演电影 最大的不同在哪里 其实我讲句真心话 最大不同 当然是不能NG 对不对 不能从来 舞台是一起合成的 可是我觉得有一样 我觉得对我受益很多 我觉得就是说 电影它是很生活 很真实 但是我觉得金剧 以前过于表演 就是我们说哭 马上就哟哟哟 就哭起来了 它没有心理的 转折的过程 可是我觉得 因为我拍了电影 那再加上 我有戏剧大师 与大纲与教授 对我的从 我十五六岁 就跟着他学习 那再加上 国画大师张大千 张伯伯 他们就是 就是说 我觉得对我的生活 在戏剧 从生活 对我很多的教导 其实那个时候 我记得我第一部戏 他们就很希望 我能就是把我 他们知道 我想他们是希望捧成 你当一个武侠皇后 然后就希望你签约 可是我真的很感谢 我的父亲 在那个关键时刻的时候 我父亲就告诉我 他说 女儿你不要签约 如果你拍电影 不投稀没有问题 但是你要知道 女儿一个演员 他不是一天 可以就是说 他需要时间累积 他才能成为一个好的演员 或是一个好的艺术家 但是明星 他可以一夜成名 那我觉得父亲 在关键的时刻 就是对我的一个典型 我真的也很感谢 我的父亲 所以那个时候 虽然大家觉得 我一下子名利双收 电影接着拍那么多 但是我很清楚 我知道我要什么 我知道金剧 就是戏剧 是我应该要坚持 要走下去的 所以后来 这也是为什么 你放下了一些 到文化大师去念书 对不对 这又是我的父亲 所以我爸爸 很重要在我们家 也是我父亲觉得说 怎么讲呢 就是说他觉得一个演员 应该是 就是说怎么讲 这个我们因为只到高中 但是我爸爸觉得 对一个演员 就是说进大学 再继续求知 是非常重要的 不过谈到你保送的这一段 其实过程也很不容易 对不对 是的 因为怎么讲呢 在那个时候 金剧界没有人 只有体育界 但是我的父亲 为了我进大学 跑了将近两年的时间 那他们就说 金剧界没有这样子的一个 就是说有这样子的一个 经过 那我父亲就比照 后来就说 他们说 为什么体育界有 我父亲说 我的女儿十九岁就开始 代表国家去演出 世界各地 为什么体育界有 金剧界没有 最后是比照这个体育界的 所以我才是保送进入到文大 当我真正进到文大的时候 我才真正接触到 年轻的学生 因为我刚刚讲了 其实我进文大的时候 还没有创办雅音 那可是我那个时候 我印象很深 我想 大家想说 这个明星一定是迟到早退 可是那时候我就告诉我自己 我一定是准时 所以班上同学想 这郭小庄一个明星 他怎么那么准时 所以大家对我印象很好 所以功课上给我很多的指点 那我很自然要请他们看戏 他们说 你们金剧我看不懂 而且我们还没有进过剧场 他们要看电影 当我听到这一些话 我真的才发觉到 自己觉得有一种责任 那个时候因为我将近 已经学金剧 将近就是已经十八年 不到二十年 所以我就在那个时候 毅然放弃影视剧的高收入 所以我就经过两年的时间 我创办了雅音 我觉得从母亲去世 我才让我发现到 其实以往我给大家的形象 我觉得那都是假象 其实我觉得人真的很软弱 很脆弱 我到时候才知道 哇 原来我自己 怎么原来是这样子的一个软弱 我不敢相信那是我自己 1979年春天 雅音小吉正式在台亮相 郭小庄决定推动国剧改革 让传统越上现代 让金剧成为时尚 郭小庄改变原有的舞台设计 加入许多灯光效果 及多元场景的呈现 对当年的金剧圈 和一文界而言 几乎可用石破天津来形容 我想创立雅音在那个环境中 那个时候虽然我不认识他 可是整个的金剧界的氛围 我们是非常了解的 那是一个复兴中华文化的年代 所以一定要保存传统 所以大部分懂戏的戏迷们 都认为说金剧不需要编心戏 金剧只要把四郎泰姆 三堂会神 罗凤成祥唱好了 就要花你一辈子的功夫 你一辈子能够把四郎泰姆 把三堂会神唱好就不错了 还编什么新戏呢 所以金剧那时候没有创作的观念 那么杨颖小琪做的还不止创作 不止编新戏 他编了新戏还用新的剧场的观念来演 还加舞台设计加灯光设计 然后重新设计服装 音乐什么通通都变了 还有什么导演 那么这个观念在当时 对传统的戏曲界是相当冲撞的 那么所以我想我们作为一个观众 作为一个关心戏的观众 都可以感受到他所受到的压力 那个时候其实最尖锐的时候 大概就是那个感天动地 斗了冤的那个时候 因为那出戏要推出来的时候 那个真的是离谱 我觉得那时候大家讲说 它是匪戏 我觉得那真的很怪 莫名其妙的一种贴一些标签 然后骂 然后说他的问题 到演出前事实上都还被禁演 就到底 我还记得演出前三天 还是什么时候 都还在想 不知道能不能演出 所以外面那种压力 是排山倒海而来 然后他要去面对里面 内部他要安抚 内部团圆的心情 因为不知道排了这么久 能不能演 过来我那时候还不到三十岁 一个二十几岁的一个女孩子 一个人要去面对整个这种体质 这种大机器 你要去对抗这种机器 可是看到郭小泽 他一滴眼泪都没有 一滴眼泪都没有 然后很坚强地去面对 处理外面的问题 里面的问题 那个真的是很 我的印象里面 其实是到演出结束 后来终于可以上台 演出结束 我在后台看到他 他背对着大家 然后我看到他在哭 就是在抽续 那那种感觉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感慨 觉得终于把这件事情做完 我记得在后台 他好像有一点掉眼泪 然后他转过来 跟所有后台的工作人员 他举了一个 大概快到一百八十度的一个工 举了一个很大的工 然后说 谢谢你们陪我一起走这段 哇 后台大家都掉眼泪 郭小庄将生命全部投注在金剧世界里 对剧的要求严格 态度认真 短短几年时间 就将雅音小吉推向国际舞台 你知道他的排队场是非常非常严肃的 然后他可以一个出场 重复来 三十遍四十遍 只是一个出场 三十遍四遍六十遍 你知道那个排队场的气氛 就会越来越紧张 因为已经NG了 我们一般讲NG了 重来两遍 三遍 五遍 十遍 二十遍 三十遍 那那个所有人的注意力 跟那个精神都会被绷紧 然后全心做一件事情 这个跟我在一般国剧的后台 看到大家可能一边排起来 一边打牌 一边排戏 一边聊天 一边排 完全不一样 那国小庄的认真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吸引 真的他的那种 每一个环节他都不放过的 哇 很认真 那种真的是让人很感动 他常常是白天要吊嗓排练 然后都到深夜 他从排练场出来以后 他才跑到我家 或是才开始打电话 所以所有的工作都是在深夜中进行 还有一次很可怕的是我在生产的时候 好恐怖哦 他那个我已经震痛了 就是都快要生了 然后他来了 他来说哦 你要生嘛 然后就讲了这一句话 然后就开始谈他的戏 哦 他就是工作狂 他就开始在那边谈 哎呀我们今年这个戏怎样怎样 他有什么样的构想 要怎么样编 哦 我就一直很痛啊 然后他也不管 他也他没有感觉 他对对现实世界人生的一切 好像没什么感觉 完全就在他雅音的新戏的那个 筹备过程里面 所以我妈跟他讲说他要生了 然后 然后他他才想起来这回事 然后事后他就跟我讲 他说他觉得他也在生产 他在生产一个戏 那我在生产一个小孩 然后就是在同步的一个过程中 两个人生不同的东西哦 可是那一幕真的我们都记得好清楚 就是他 我从二十三年前开始跟他合作以来 我所认识的郭小庄就是一个全心全意放在戏里面的郭小庄 怎么编剧都已经要临盘了 你还在跟他谈戏呢 真的 我现在回想起来 真的是那个时候不认识上帝很可怜 那个时候不懂得交托 你懂我意思吗 所以我觉得也不会想到别人 我的心思一念全部就是在戏上面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 我真的是对他们真的觉得很抱歉 所以我已经在那边跟王一琦的也道歉 尤其他的先生邵老师 我真的非常感谢 真的常常半夜不仅他身材 我常常去打电话 所以我觉得回想起来 当然就像刚刚叩牧师也说了 真的是很辛苦 可是我虽然不认识上帝 不懂得交托 真的但是我那时候真的也感谢上帝 我现在回想起来 其实好像那个时候 其实我能这样子走过来 我想其实当我现在是个基督徒 我知道以后 其实完全是上帝给我的力量 我觉得是上帝完全给我的 怎么讲那个勇气 而且亚因所有的戏 我现在可以说 我觉得是上帝给我的智慧 不然我相信真的是这么一件大事 我想我真的成就不了 你真的做了很多大事 尤其亚因小七在京剧的改革上 做了很多突破性的一些创举 这些创举其实每每出来的时候 你都要面对很多不同的声音 是的 对不对 你做哪些改变 做哪些改变 很大的改变 我想最大的改变 就像刚刚王教授他们也讲到 最重要 以前京剧里面 我们没有 譬如说舞台设计 我们不需要有 就是灯光通明 就可以演一台戏 然后一张桌子 两个椅子 成色非常简单 然后我想也音乐 我们的就是文物场 哐哐哐哐 然后胡琴拉一拉 没有变化 我想最重要 也没有一些 所谓的就是怎么讲呢 就是一些道具布景要做的 还有服装 我们以前服装 就是换角色 服装不换的 所以我觉得从亚因开始 在江上我们以前没有导演 我们就是完全走地位 因为我们那些戏 就像刚刚王教授所说的 安琪所说 四郎探母 或是苏珊奇界 或是我演花旦 石玉座这些 你倒背如流 你根本就是走走地位 可是亚因就截然不同 所以我想因为亚因小吉的创办 我们懂得开始 真的是说接触到外界 把一些专业的人才 进入到我们一起合作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集思广义的一个 呈现的是一个整体的戏剧 那么你在那段时间当中 面对的是怎么样的一个 金剧界的保守派的一个反复 我想就像刚刚扣母师说的 他可以说怎么讲 我想第一出戏 其实我是演白蛇 因为造成了那么大的轰动 卖战票 而且都是年轻人 他们就说 这郭小庄是抄袭匪剧 可是这个时候 我真的很感谢 我在台湾生长 我接受到良好的教育 所以那个时候 他们说抄袭匪剧的时候 那那个时候真的也感谢媒体 他们就说他们爆章杂志登得很大 那我就说我没有抄袭匪剧 他们说郭小庄 那你自己来写一篇文章 所以我就在想 真的那个时候 如果说我不是在台湾生长 可能我不知道怎么反击 那可是我自己知道 我说难道你们不相信台湾 你们所培养 我已经是二十年的一个金剧演员 难道你们不相信台湾自己的演员 可以就是说能成就这样子一个新的一个革新的一个新风貌吗 所以我觉得经过我很多次的一些 其实我们那个时候讲句真心话 就是完全用真的是笔墨战 那我真的很感谢 如果说那个时候我没有念大学 或是从小没有这些基础 可能你不可能 你只有就是认了 对不对 所以我在想 所以以前我觉得 我想其实我小的时候 那时候演戏的时候 其实我就发现到 编剧我们不能改它一个字 以前演员讲句真心话 那因为也是从我这边开始 那我想就是说演员本身 我想我其实就像寇牧师刚刚也讲到 从白蛇之后从豆鹅 我所争执的 我只是想问他们金剧能不能改 而且我觉得最重要是他们对演员 对我们的一个负责任 我想就是所谓负责任 就是我对我们的演员的尊重 我想基本上以往 可能大家就觉得 演员你就是演演戏 可是我想在养一小集的时候 我想我的身份是截然不同了 我想我知道要为金剧界 我想是要让他们重新 对金剧界的演员重新的认识 对他们的一种尊重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 其实不只是勇气 就是你不只是勇敢 其实还有一份很深的使命感 在背后推着你 我想你那个时候年纪 你也不是那么大 你还是可以站在最前线 来抵挡这一切 对呀 可是所以我刚刚说了 所以我现在回想起来 所以寇牧师常常问我 小庄你怎么这么勇敢 那个时候你怎么可以这样 其实我当然真的是说 我常常每一次 我是人要感恩的心 所以当我读到圣经的时候 我想受 我现在受洗不到两年 后来当我读到圣经 诗篇一百三十九篇的时候 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上帝 就是说他对我们都有计划的 而且都有一个安排的 所以我才恍然大悟 原来我能有这个智慧 就像我刚刚讲 我相信 而且最重要 我还有这个力量 而且我还有这种勇气 我觉得其实真的都要感恩 你在什么时候到了朱莉莲学院 去做过一件事情 那是我因为创办亚因第三年 我演完两三博朱英台 那个亚洲基金会 朱莉莲才给我一年的奖学金 让我到国外 就是说对我来讲 就是可以学习的更多 所以我在朱莉莲这一年 我觉得因为我住在纽约 我觉得对我来讲 真的是受益更多 我想又更进一步了 因为我想从朱莉莲 美国回来之后 亚因小吉可以说是 我想我们真正才有大的海报制作 然后把真正国乐 就是舞台的国乐也好 文物场也好 我们真正搬到台底下 就是说完全舞台是一个 整体的是一个演出 而且就利用到像国父纪念馆 比如说还有八个通道 我们八个通道都有 就是那个呈现 就是像电影一样 而不像以往的京剧 就是上场门下场门 那那个时候 我们就完全是电影的画面 然后从朱莉莲回来 我也请到日本的设计家 就是我们每一出戏 都请不同的人 专业的人来设议 你把一个古老的京剧变成流行的时尚 你刚刚也讲到很多年轻人去 造成年轻人的风潮 应该是你始料未及的 其实事实上我常在想 其实我创立亚因 其实我常常在想 最重要亚因小吉 就是代表台湾戏剧的美学 而且我觉得艺术的精神 而且文化的风尚 因为我觉得最重要是时代不同了 因为早期我们是农业社会 对它的timing非常慢 可是我觉得现在再加上 我们是一个工业社会 而且最重要我们现在不叫听戏 我们叫看戏 对不对 所以你看的话 它是要求一个整体的 对不对 你的唱得要好 你的身段要好 你的舞台要美 要有变化 你的肢体动作也要丰富 所以我觉得它是一个 整体的一个戏剧的表演 你自己已经浸透在这个国剧当中了 你连你现在真是 郭小庄的生命都是这样子 你在饮食上面的控制 我觉得对很多的观众来讲 简直是不可思议 你常年的吃 生菜沙拉 可是是不加 不加dressing的 对对对 我想其实现在都没有了 那个时候是因为我家 平良讲那个时候 都是有肥胖的基因 那我觉得我自己本身 我以前很胖 我是个小胖子 我以前六十公斤 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很容易胖 所以在雅音的时候 我就觉得说做一个演员 我觉得最重要 先把自己的体型 真的要控制得好 如果控制不好 你在舞台上 尤其我们都是演小蛋的 你的腰一绑那么粗 走路也走不动 就太不像样子 所以我觉得 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毅力 就是怎么讲的 持痕 就是你对自我的控制的要求 你才可能把你自己 该做的事情要做得好 从你的 就是说生活最紧密的 就是你的饮食 最重要的 那我觉得你就是要控制得很好 然后你在演出的时候 跟演完的时候 都是有饮食可以做调整的时候 对不对 是的 在演出的时候 你就要开始补充很多的 对对对 我就每一个晚上喝十八瓶鸡 十八瓶鸡 然后在前三个月演出的时候 我要吃牛排 可能一天要吃三块牛排 三块牛排是不佳 对对对 对都是用盐 我都放一点点盐 淡薄的盐 淡薄的盐 那然后呢 其实我在演出的时候 我本来平常一粒米都不吃 可是在演出的时候 我要吃饭 一定要吃一碗饭 我是两碗饭 听说你连那个顶泰峰的老板都知道 你一来就要来个三龙 是不是 是的 我那时候要演出的时候 那个时候 所以我觉得也很好 在演出的时候 可以随心所欲地吃 因为体力消耗太大了 太大了 父亲不只是你精神上的支柱 在你讲的这个饮食 你需要体力的补充上 其实爸爸妈妈 费了很多的口气 尤其是妈妈 对 我真的很感谢我的母亲 因为我妈妈那个时候 我想不仅是 我想是 牛排这些还简单 最重要我觉得是燕窝 那个时候的燕窝 摘那个毛很难 我想现在的燕窝 好像不得了 很珍贵 在那个时候 我觉得燕窝并不是很贵的 可是对我们的喉咙 真的有帮助 所以我母亲就摘毛 摘了我妈妈基建发言 就是说因为真的是 因为你想我要演讲 又要排练 又要唱 所以那个喉咙用的很多 所以我母亲就是用这个 燕窝来补我的嗓子 郭小庄一生为了戏 四处忙碌奔波 还好有一对爱她的父母 默默地在一旁支持陪伴她 2005年 郭小庄最爱的母亲突然过世 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她无法接受 在外总是树立女强人形象的她 彻底崩溃 我妈妈过世 对我们家每一个人都蛮打击很大 那尤其是她 因为她跟父母亲 就是好像三个人合在一起 那那个合在一起是很自然 很亲切的 不是说一种捆绑 他们三个人对彼此之间的爱 还关心非常的深 所以我们之间都有一个 好像很低潮的时候 我姐姐可能走的时间更长 因为她跟他们真的实实在生活在一起 我觉得无形中她爸爸妈妈是她后盾 支持她的力量 爸爸支持她 妈妈支持她 那今天支持她的后盾 忽然一个 一个不在了 而跟母亲跟女儿之间关系 很亲密 很亲密的 所以忽然妈妈没有了 好像要谈谈新的 对象没有了 所以她那个时候真的很 感觉她很脆弱了 她很脆弱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她 倚靠祖从祖那里 得到力量的 最大的一个 好像一个关键 好像她本来都觉得 自己还可以了 还可以了 好像妈妈一去世友 她就垮掉了 不行了 自己完全不行了 她才发现 她是很软弱的 靠着信仰的力量 郭小庄走出 丧母的哀痛 她重新找回了 平安与喜乐 如今 她的日子变得更有意义 抛开一切名与利 在平凡的生活中 找到生命的意义 与希望 她说 我现在是在跟主谈恋爱 我在跟耶稣谈恋爱 去年的情人节 小庄请我吃饭 就我们两个人 然后吃饭的时候 她的祷告 她就说 主耶稣基督 慈爱的主 今天是情人节 我跟你一起 在过庆祝这个情人节 丽萍是做我们的 最邀约的好朋友 她就这样的讲 我听她就觉得 很有意思 那个时候我还 我自己也还没受洗 那时候还不太能有这种感觉 听起来会觉得有点怪怪的 但是呢 真的是看到她的喜乐 然后她就告诉我 这样子的话呢 其实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感动 其实我成为传道人之后 二十年的时间 我非常认真地为郭姐祷告 她一直是我祷告部里面 属灵任灵的一个人 郭小庄 一直为她祷告 所以二十年之后 有一天半夜十二点 她突然打电话给我 然后她说 我今天要受洗 哇 她在电话里 我们两个一起祷告 她流泪 我也在这边 你们知道 我很深的感恩说 主啊 你真的听我的祷告 我二十年为她祷告 其实二十年到来 我根本没有见到这个人 而在她受洗的那一天 她说她竟然想到我 所以她其实已经没有 我的电话 她是找到一个我的朋友 然后问到我的电话 然后她半夜十二点钟打给我说 她说我今天要受洗 我就是有一个感动 我一定要告诉你 我要跟你一起祷告 我说郭姐你知道吗 我为你祷告二十年 你今天受洗 我好高兴 那真的是很感恩 我真的相信 主一定会大大使用她 感谢主 现在她是一个喜乐的人 所以她朋友觉得她很喜乐 而且她现在很热心传福音 见人就传福音 见人传福音 甚至把那些朋友 还带给我认识了以后 说妹妈 我们一起来读经 带他们读读经 祷告祷告就这样 这非常热心 也愿意去为主做见证 所以带领不少人信主了 我觉得主在用它 我觉得我的姐姐 给我的感觉就是 好像在她没有难成的事以前 那她现在是讲 在神没有难成的事 对我来讲 我觉得传福音给她 跟她说 也是一件非常非常难的事情 那也因为这样难 我就说 哇神你真不得了 你真棒 我会对别人更难的事 更有信心 感谢主 因为她认识人 其实目到有很多很多 她就是一直讲她的事情 她也不会觉得不好意思 以她的身份或位分来讲 她就是有机会就讲 有机会就讲 我就看到她 我真的说神好 你真的是不得了 我真的看到我的姐姐心 完全被你作回 我很感谢神 母亲的过世 其实很突然 完全没有预警的 对不对 对 我妈妈就是 你想想看 就是三点多进到医院 然后呢 七点多就走了 而且我妈妈走的时候 我记得 其实在我妈妈进医院的那个时候 我记得是我妈妈很喜乐 而且医生还问我妈妈的信仰 她就说基督教 我妈最后三个只是基督教 那我就印象很深 然后我妈就嫌 我们很吵 说你们回家 我们说好 我妈说她想休息 那个时候六点一刻 我记得 结果妈妈就这样 吸一口气 我妈就没有 就就这样子 就很快就这样子走了 所以我觉得我完全 我没有办法承受 因为我觉得太突然了 而且我觉得我妈妈 怎么可以就这样子 舍得离开我 我就觉得我 这么孝顺他们 对不对 就是从小到大 我觉得她就这样子 一句话都没有 我真的那个时候就 真的是很痛心 你怎么样去面对 这样的一个打击 因为对你来说 在过去只要靠努力 就会看到结果 但是这件事情 完全是脱离 你的控制范围之内 我觉得从母亲去世 我才让我发现到 其实以往 我给大家的形象 我觉得那都是假象 其实我觉得 人真的很软弱 很脆弱 我觉得我妈妈走 我根本没有办法 就是成眠 每天就是哭 就是以泪洗面 我那时候才知道 原来我自己 怎么原来是 这样子的一个软弱 我不敢相信 那是我自己 可是我真的很感谢上帝 就在 在我最软弱的时候 我觉得其实我一直觉得 主真的很爱我 就是说虽然我很软弱 我奄奄一息的时候 这其实当 这个过程当中 也有一年的时间 一年多 一年啊 将近一年 其实就是我逐渐的连 就是说暴瘦一下 瘦到差不多四十三公斤 然后一点力气都没有 然后也不想讲话 我觉得其实主 好像一直还是围绕着我 只是我觉得 让我觉得 好像我没有支柱了 我没有依靠了 其实也就在那个时候 我想其实我的家人 多半都是基督徒 我的父母 还有我的妹妹 他们都已经都 像我妹妹十几年了 每次跟我讲 我都觉得我很好啊 我觉得我们都很骄傲 都觉得自己很好 其实那个时候 真的发觉到 自己的软弱 我也知道 如果说我不再信主的话 我可能啊 将来有一天 我父亲再离开我 我一定会崩溃 所以我觉得 也就在我差不多经历到 一年多的时间 我觉得我也奄奄一息了 这个时候 我刚好到美国 我印象很深 我是到美国 碰到我妈妈受洗的牧师 那他就说 你要马上受洗 当我一见到他 看到他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他跟我说你要受洗 我马上就点头 所以我就在美国 就七月二十三号 就很快就受洗 当我读到圣经之后 我真的也才恍然大悟 才知道其实我们的人生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们根本就是 神真的是监选我们 我们在母腹中 他就监选我们 所以我今天能演经纪 也好 我能在舞台上 我觉得都是他的安排 所以我觉得 当然我能一直在 金剧界那么蒙福 能最起码为台湾 还开创了金剧园 我觉得这都是上帝 给我的恩赐跟恩典 我才能做得到 龚龚你唱戏吗 我不会 你看这个姿势摆得多好 就是老爸喜欢戏 不会唱戏 会看戏 会看戏 他真的连一句到现在 都不会唱 这是我今天 最日的教王的事情啊 光照雅音 记录了郭小庄 一生为国剧付出的轨迹 没出戏 都是他用尽心思 仿佛像生产一般 努力郁郁而出 为了书的出版 他更是全力投入 每一张图片 每一页编排 郭小庄全程参与 只求完美呈现 这一次他出 出这本书 从一开始 他就跟我讲说 孔师 你可不可以帮我祷告 我要不要出这个书 他说我今天已经是 跟随主的人 我已经不再是当年 那个追求 这些世界上的东西 所以还要再出吗 还要再做这件事吗 他从一开始就跟我讲 我们就一起祷告 然后我们就祷告 然后就觉得说 出这本书是可以荣耀神的 所以他就说 我出这本书 一定是要荣耀神 所以你看他这本书里面 多地方提到 上帝在他圣灵里面的工作 包括名字 他说光照亚音 他说神是光 他说那个光 是上帝的光 他说即便那时候 我不认识主 是上帝一路带他过来 那我觉得很感动 那我最感动的一件事情是说 他是非常要求的人 他要求非常严格 他对自己要求很严格 对周围的人要求很严格 在出这本书的过程当中 他也有很严格的要求 他就觉得说 要做就要把最好的给主 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 其实有的时候 他周围的人会有压力 周围的人也会跟不上他的脚步 你知道他有一个很大的转换 就是他做每一件事情 开始不是我的习惯 我的个性 我就是这样要求 而是他会考虑到说 我这样做 上帝会不会得荣耀 他仍然是一个要求严格的人 但是他更多的 会以基督的心为心 我觉得真的很棒 这段时间也为了这个书 我们的接触就比较密集 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不太一样了 也就是他开始生活 真的走入人群中 所以他会 我们会坐下来吃个饭 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过他吃饭 然后每次到了吃饭时间 他会请我们吃饭 可是他不吃 他就自己一杯开水在那边喝 然后他绝不吃 他保持身材 而且没有心情吃 可是现在这一年来 他竟然会 我看他吃蛋糕 我觉得那个景象 好像从来没有看到过 他竟然会开始 还会做菜 会自己走入生活里面了 我觉得其实蛮高兴的 所以这个写作的这段过程 也就是他回来参加 于大冈老师的纪念 研讨会之后的这段过程 我觉得是重新的认识了一个 走入人群的郭小庄 我们要欢迎小庄姐生命中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人 郭宝宝来到现场 郭伯伯你看到小庄姐的这本新书 你一定很高兴 对 听说这里面的相片 大多都是你拍的 我从眼前没有变的时候 就喜欢摄影 各种雨落 这个原因 这里面呢 连小庄姐 她大鹏去校的入学通知 你都留着 对 因为我喜欢戏 有这个机会大鹏招生 所以说我就带她去保密 这个通知单 考试通知书 统统都有 对啊 我看一幕一幕 包括上台领奖 每一出戏 里面的这个装扮啦 那当然还有 郭伯伯他年轻时候啊 好帅啊 就是啊 人家好帅 对不对啊 现在都还很帅哟 对不对啊 哪里哪里 不过 因为我年轻时候啊 都没有什么时候 研究不动 郭伯伯你唱戏吗 我不会 因为我在北平坞的时候啊 大家市场 到市场活动啊 吃够不利的包子 如果有个大北照相馆 专门给找剧照 高了级的小孩老人 他给你摆戏 给你摆姿势 然后给你照 那时候又摆 你看到现在都不摆摆 非常好 你看这个姿势摆得多好 所以小庄姐写老爸喜欢戏 不会唱戏 会看戏 他真的连一句到现在都不会唱 不过这个记录真的非常完整 我觉得这个完整到 让我觉得很吃惊 我想编辑部当时拿到这个的时候 应该也很惊讶吧 对 非常惊讶 不过我在这里想要好奇的问一下 小庄姐姐 因为这本书应该是属于你的 你的家人的 或是雅音的 甚至说应该是为所有爱京剧的 这些乐迷们来准备的 因为非常完整 但是这本书我在最后看到一句话是 使用版税全数捐语 好消息微信电视台 GOO TV 是的 这是为什么呢 没有 我是觉得我很感谢上帝 我觉得人都要回馈的心 我觉得今天我能拥有今天 我想如果不是上帝 他所给予我一切的 我根本不可能拥有今天 所以我想这也是我回馈的心 我觉得今天上帝让我这本书 我想就是说让我真正的来荣耀上帝 然后我觉得让我走下舞台 走入人群 我想就是我想要传福音 我想也是我回馈社会的时候 我们来看看大家对你们的祝福 真的非常非常的为你高兴 经过这么多年的努力 你不但是成为我们国家国宝级的金具的创始者 那么在城邦呢 替你出了这本书 那这本书呢 我自己看了两次 我看了也非常的感动 更能够体会这一路下来 你的努力 以及除了我看到你的私下的生活之面 跟别人所不一样的之外呢 我更以你为荣 以你为骄傲 我希望在今后的路上呢 我们更能够共同的再继续的在成长 在祖耶稣基督的爱里 我想他一辈子的努力 这个上帝也都看在眼里 那么今天他真的进入了上帝的怀抱 那我们希望他有非常平安喜乐的这个人生 我盼望你带领更多的人 能够信耶稣 上帝要祝福你 郭姐你真的 我先要谢谢 真的 也许你不知道 在亚印的那段时间 你的榜样 给我很大的影响 直到今天 很多时候我的个性是一种 很容易放弃 啊啊算了的人 每一次遇到一些挫折 我想要放弃的时候 我都会想到 那段时间你活在我的面前 给我的榜样 你怎么样克服一些困难 觉得那个给我很大的激励 那特别是今天我们都在基督里面 我们更知道 上帝是我们最大的靠山 依靠耶华 好像西安山有不动摇 谢谢你给我的很多榜样 激励 我要祝福你 我真的相信 上帝过去 在非常多的地方 给你的建造 未来每一样 在神的国度里面 都来荣耀神 这次出这本书 可以荣耀神 现在我很期待看到 你站在舞台上 不只是为了金剧 不只是为了艺术 有天你在站在舞台上的时候 是为了传福音 是为了荣耀神 郭姐 我等着看你 会传福音 站向戏剧的舞台 我很谢谢我的姐姐 我要离开这里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我会让这样三年 那个影片的相聚 在这三年之中 有请妈妈过信 我觉得你对我 就像那个母亲 要照顾我 我很谢谢你 昨天给你的相聚 你提到你没有孩子 但是我一直有感动 就像以赛亚书的 所说的 没有孩子 没有生养的 要 真的要来欢呼 要来高兴 因为你的孩子 能门徒 会比我们这里 有孩子还要更多 我相信神 所给你的 你一定会带很多人的幸福 今天都要成为你的门徒 生命要传生命 我也相信神 在你身上恩惨选招 绝对没有后悔 我更相信神 要给你一个 很好的属灵的伴侣 使你们两个 一同享受 劳碌所得的 我就是这样 祝福你 奉耶稣的名 谢谢 谢谢姐姐 他们不再记忆 他们不再嗑 也必不伤害他 因为宝座中的羔羊 比牧羊他们 连他们到生命水 全满山地 也必 比擦去他 那一切的一夜 这首诗歌蛮特别 因为有一些很特别的体悟 特别是对你母亲的奏事 我想其实那时候是我刚刚熟悉 当我读到圣经的这个启示录 第七章十六十七节 我终于得到好大的安慰 我知道我妈妈是在主的怀抱里面 而且享受她生前从未有过的喜乐 所以我就把这两节经文 用金句的这个嗓子 来把它谱成新句 我来献给我最爱的阿爸福 郭伯伯 最后要请教你 陪着小庄这样一路的成长到现在 你看到她现在终于受洗了 也变成了一个更贴心的女儿 你有没有什么要跟大家分享的吗 郭小庄的成功不是偶然 就要靠着自己努力上进 所以是值得我心里非常安慰 另外的今天能在台湾站得住啊 我心里当然是特别愉快 也特别感谢主 当然我相信小庄姐 你的成功不是偶然 你是一个蒙福的女子 而且你也是一个很努力的女子 最后有什么跟观众朋友分享的吗 其实我想说的就是圣经里说 就是说顺福蒙福 孝顺得福 我想是那么真实的显明在我的生命当中 所以我是觉得说 今天真的感谢上帝 从我幼小的时候一直到今天 上帝主耶稣女儿真的非常的感谢你 你一直都带领着我 我想其实我想在这里也分享 如果还没有认识基督的话 我相信你们一定啊 就是说要赶快认识 真的这一位又真又活的神 他可以给你们依靠 可以给你们永恒的依靠 而且是真的是一种这种爱 我相信是无私的 没有要求的 所以我想今天各位在旁边 就是在前面的观众朋友 希望你们赶快认识这一位 又真又活的阿爸夫 谢谢你们 真的因为顺福而蒙福 因为孝顺而得福 我相信这两句话 真的是郭小庄这一生的写照 在他还没有认识上帝的时候 上帝已经为他铺排了道路 也成就了雅音小吉 虽然是我们看到的郭小庄 创造了很多艺术的新作品 但是我在这里要说 郭小庄才是上帝手中最精彩的艺术品 谢谢 各位好 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孙岳 郭小庄 这位在京剧界指标性的人物 你看看 从这个传统的戏剧 然后改良 靠着他的努力 很多人给他的帮助 成为一个剧场艺术 把传统跟现代的这种剧场精神 发挥得淋漓尽致 也因为他 这样子 所以两岸在京剧界 很多的戏都可以改变了 都已达到了现代的这种剧场的效果 真的了不起 但是我们也看到了 自己在亲情上 他也有遗憾 母亲的突然去世 对他来讲 那就是遗憾 伤心 难过 但是主耶稣的安慰 改变了他 再之后 不管是郭小庄 还是郭爸爸 他们两个人靠着主 所给予他们的帮助 他们开始乐观 他们开始真的有平安 我有位电视机前面 我的一些老朋友 一些在传统艺术中的 这些老朋友 你们想想看 如果说在过去 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的信仰上 我们一直是那样子 要不要看看 圣经上说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的一家都必得救 他帮助我们 也可以帮助我们的家人 让我们这个家 借着上帝的爱 可以更加凝聚 借着上帝的爱 让我们可以分散出去 帮助其他的人 我们过去不能做的 因为信了耶稣 都能做 我可以分割地 arrangements 我可以分散 czy放在这里 我可以分配 你了 我们下期再见 帮助其他人 我可以分散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